在上面的图像中仔细观察银河系,最终,这个试图将被银河系的破状完全摧毁,地球本身将存活下来。 但是当这场银河战争发生时,地球的夜空看起来像以前从未见过的任何人类,一场史诗般的战争即将来临,两个巨大的星系之间的可怕战斗将个短短几十一年内完成。 其中一个竞争者就是我们的家,即银河系。 现在,仙女座星系正以25万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向银河系奔跑,足以在短短六分钟内环绕世界。 它计划与大约37.5亿年前的银河系正面碰撞,一旦仙女座到达我们,将会持续数十一年的灾难性舞蹈。 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太阳系能够在如此暴力的事件中幸存下来,但专家们说,它很可能会存在。 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的太阳系不会受到这次撞击的影响太大,因为星系大多是空的空间。 Mario说,Mario是太空望远近的科学家,仙女座目前距地球二代五十万光年,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银河系的重力吸引力将越来越强,将仙女座星系拉得越来越快,就像空中的球像地球坠落一样快速移动。 在短的四十一年的时间里,银河系和仙女座将会拉扯并撕裂彼此的喉咙,银还将是曾经是两个独立星系的幽灵般的骨架。 随着时间的推移,流血将继续,直到最后,每个星系中的中央超大质量黑洞将彼此足够接近一遍相遇和融合。 到那时,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两个独立的螺旋星系将不复存在,我们的太阳系将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星系类别中拥有一个新的家园,成为椭圆星系。 经过六十亿年的宇宙大屠杀之后,地球的夜空将被椭圆星系明亮的星核心点燃,如果不是因为太阳可能会在大约五十亿年内吞噬地球。 在这次碰撞中,太阳系不会完全不受影响,重力可能会将太阳拖入一个新的轨道,拖着地球和其他行星。 如果两个星系实际上相互碰撞,那么恒星基本上就会相互通过,两颗恒星直接撞击对方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这炒机家发生的碰撞并不是第一次,星系被它们的相互引力吸引在一起。 事实上,著名的哈佛太空望远镜已经拍摄了许多星系碰撞事件,这就是为什么像范德满雷这样的天文学家可以预测一和系时代到来时的样子。 因为星系完全合并需要数十亿年,天文学家会在天空中不同阶段寻找史诗般战斗实况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